在船长的船长的船长的船长 在船长的船长的船长的船长 被谁拆掉的 被台湾人拆掉 就是我们 我们把它拆了 换成贝列加拿大 OK 那这个机会开幕之后 收到很大的欢迎 在一年的营收 就到达大概1600美 1400多万加币 那大概几乎已经同等它的投资额了 那它也在那个 文革华的旅游指南里面 現在被列為第九名的必有之地 那原來這地方是沒有在上面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會展中心 展工日本就是用這套設備辦公的 對 待會呢我們非常高興 非常歡迎錦總統來試乘我們的設備 我們待會會帶總統飛到溫德華 飛到加拿大去體驗一下這個飛行的結果 然而在最後再講一點 雖然迪士尼可以跟我們做出一樣的設備 而目前在專業的那個雜誌 那平選我們這套設備是超過迪士尼的 因為迪士尼它只能做兩股動作 那左 右 跟前後期 我們這是全世界第一套懸吊式的六軸裝備 它可以做六股動作 它飛行的時候它是非常平順 而且它是可以模擬各種飛行的動態 待會總統我們來稱讚 你還會體驗到風還有 所以這一點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它其實厲害的地方是跨界總和 因為它本身原來是軟體數位內容 然後就結合了緊密機械 也劇場什麼設計 都結合了耐性 所以我說它是軟體堅持法 然後呢 東西並重 最後呢 包山包海 哈哈哈哈 剛剛我們的體驗 你看看 不是山不是海 哪有那種感動 不是 我們飛過很多地方 有飛越加拿大 看到有積雪的山間 有這個非常美麗的獨國 同時也有浩瀚的海洋 還有非常這個天險的峽谷 同時飛越這個風樹的時候 滿山的風雨的時候 它又會聞到風疆 所以將來做那個飛越台灣之後 飛過夜市 一定要做到冬頭 哈哈哈哈